阿富汗他撤軍了以後 美國把阿富汗中央銀行 放在美國的七十幾億美金 莫說了 像美國對阿富汗就 這一點坦白講 我非常不認可 阿富汗他撤軍了以後 把阿富汗中央銀行 放在美國的七十幾億美金 莫說了 這怎麼說的不對 怎麼說不對 結果使得阿富汗的經濟 陷入極度的困難 你堂堂那麼大的國家 那麼有錢的國家 你在搶劫嘛 你有什麼理由 莫說阿富汗中央銀行的錢 你跟阿富汗打仗嗎 你不是牽制說我跑了嗎 你給阿富汗做那麼大的傷害 你最後還要搶人家一筆錢 這個叫做不義之財 這個實在很難接受 當然講了很多理由 他說什麼我這個七十幾億 一半要補償 那個911的這個受害者 你要不要搞醜啊 911的問題跟阿富汗什麼關係啊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你說不行 那些基地組織藏在你那邊 這什麼話嘛 美國人你腦筋要不要 還是拜登 真的已經是糊塗啦 這種事情會留下 全世界永遠不停的罵名 你美國的這個招牌 只值這七十億美金嗎 我們就是錄金 那這兩股 Vitale的 如果有潛情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you�� 這一股 很快 我們說